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现在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近年来面临着经济成长趋缓 现在又遇到了疫情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而对于外界关注今年的GDP成长是否能够保住年度增长率百分之六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方面首次坦言风险挑战非常之大 必须要发挥好自身优势积极应对 香港多家媒体今天引述摩根大通专家分析表示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两大关注点是 全年经济成长目标以及财政政策的详情 当局可能会淡化 甚至会取消全年的经济成长目标数字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四月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记者会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在会中被问及 疫情持续下中国国内的GDP增速今年是否有望保留 他回应表示现在还是要发挥好自身的优势 释放出自身的潜力积极应对目前所面临的风险挑战 他表示在全球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 中国出口很难独善其身 在这方面还是要对风险挑战有充分的估计 他表示就出口来讲 中国出口前景确实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预测全年世界经济下降百分之三 在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中国的出口现在也蒙上阴影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人民币两兆四千九百六十六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七 降幅比三月缩小了零点一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一兆四千亿元 年成长率是百分之八点二 进口一兆八千九百亿元 下降百分之十 香港经济日报今天则引述摩根大通表示 自疫情爆发后中国经济成长保留目标已经不再可行 文章表示恐慌的因素再加上封城的措施打击了市场的供给 今年中国首季度的GDP为负成长六点八个百分点 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和重启经济上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但是可以肯定今年不能够再实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成长 专家估计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当局可能会淡化 甚至取消全年经济成长目标 他也表示北京中央今年推出的财政政策规模将会占GDP的百分之七点七 其中全年财政赤字目标将于去年的百分之二点八个百分点的GDP升至百分之三点二 此外百分之三点五是特殊地方政府债券 百分之一是疫情下的特殊债券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公布四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增加到了百分之六 比上个月上升了零点一个百分点 一月到四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三百五十四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少了一百零五万人 现在在大流行情况下 中国的就业情况深受关注 但是这样的官方数据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质疑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表示 包括非城镇居民在内的实际失业率 在第一季度可能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二 估计有一点三亿人处于失业状态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 一至四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三百五十四万人 比去年统计相比减少了一百零五万人 而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百分之六 比上月上升了零点一个百分点 四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时是四十四小时 比三月减少了零点五个小时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城镇调查失业率从去年十二月的百分之五点二 升至今年二月的百分之六点二 在三月又回落至了百分之五点九 官方数据并未包括中国大概一半的劳动力人口 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官方不完整的数据掩盖了中国就业市场的真实情况 难以符合目前企业倒闭和裁员的真实情况 由于停工和企业倒闭 今年第一季度只有一点二亿农民工能够回到城市工作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造成五千多万农民工在一月中国假期返乡后就陷入了困境 法国新业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则表示 如果下半年出口未能恢复 而且消费者对到访餐厅零售商店还有旅游景点仍然保持高度谨慎态度 那么到今年年底失业的总数仍然可能高得多 大概会达到三千万 瑞银方面则预计中国的就业市场将经历二十多年来的最糟糕情况 今年的就业人数将减少一千万以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内教育的一条信息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近日传出 将大幅扩大硕士生的规模 这样的事情被解读为将取消大学部的招生 而新闻传播学院回应表示 学院正在等待学校的正式文件通知 一切以学校发布的文件为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微信公正号 今天发表文章显示 新闻与传播学院昨天通过现场加网络远程在线方式 召开了全体教职工会议 清华大学副校长在会议上宣布 决定大幅度地扩大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规模 今后学院的人才培养主要在研究生这个层面 而观察者网引述学院院长表示 现在在疫情爆发客观上促使学校加快了对战略性学科的调整步伐 在新形势新阶段下 学校要进一步服务国家的战略需要 直接面对学科发展的紧要问题 积极引领改革 这项决定被解读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取消大学部的招生 而有一名大学部的学生告诉中国媒体新清报 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成为学校的最后一届大学生 但目前也没有收到学院有关调整的正式通知 新清报还引述新闻传播工作学院的人表示 关于是否取消大学部教学调整的情况 学院现在还在等待学校方面的正式消息 根据学校的网站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在二零零二年正式成立的 到二零一七年再读的学生包括大学部的二百七十五人 硕士的二百一十二人 还有博士的八十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上相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表示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了电话攻势 仅在周三晚间他就先后与斯里兰卡的总统 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 经过艰苦努力中韩两国有效控制疫情 中国新华社如此报道 而中信社的报道援引文在寅的话表示 他高度赞赏中国在习近平的坚强领导下 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在成功遏制了两国疫情爆发 中韩两国的关系正在迅速拉近 韩国的新闻发布会透露 两国领导人还同意安排习近平在今年的某个时候访问韩国 这可能最终成为习近平自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对外访问 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可以看到习近平曾经制定或者是通信的外国政要名单 从一月底中国封锁武汉以来 他已经与全球的七十位人进行了沟通 本周与文在寅的通话是他们在此期间的第二次通话 许多通话都是与依赖中国援助的新兴国家进行的 但是习近平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龙 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各进行了两次通话 有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却明显缺席 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中国驻日大使在三月底曾经告诉记者 习近平与安倍的电话会议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 现在两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这种等待仍在继续 自从习近平原计划在四月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推迟后 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似乎陷入了停滞 在五月八日两艘中国船只闯入了日本东海间隔诸岛附近的领海 追击日本渔船 这成为了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 在日本在五月八日对事件提出抗议时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说 北京希望日本能够避免发生更多与钓鱼岛有关的事件 现在中日关系似乎又到了转折点 最后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瑞幸咖啡的后续事件 香港高等法院周五开庭审理 瑞幸咖啡的债权持有人已获得法院命令 瑞幸在开曼群岛和香港的资产将被冻结 在此之前债权持有人在本周早些时候提起了民事诉讼 要求追悔他们蒙受损失的一点五亿美元 相关损失是在四月二日 瑞幸披露去年有人民币二十二亿元的销售收入是捏造之后发生的 冻结令限制瑞幸在开曼群岛和香港注册的实体之间 发生任何资产出售或者是转移 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是星巴克在中国的新兴竞争对手 瑞幸在开曼群岛注册总部则设在厦门 根据庭审决定 动机令将一直维持到两地法院做出进一步裁决 债券持有人还申请披露瑞幸咖啡以及附属公司的价值一万美元以上的资产清单 而瑞幸是否披露将在未来在开曼群岛和香港进行庭审时做出决定 债券持有人包括几家美国和亚洲的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所持有的瑞幸的可转换债券面值将近两亿美元 相关可转换债券于今年一月发行 近期的交易价格大概是面值的百分之三十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